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到这里呢 本门课程的主要内容就已经完成了 本章呢进行这个课程的总结 那么在本章老师准备了一份超级大礼送给同学们 我们将会通过一份超完整的思维导图 来回顾本门课程的主要内容 那么这个思维导图呢 也可以作为是本门课程的一个内容的索引 同学们呢可以根据这个思维导图 进一步去回顾和学习本门课程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这个思维导图 来回顾本门课程的主要内容 那么本门课程呢 主要的内容呢可以分成是四个部分 分别有计算机组成原理 超级系统 还有这个计算机网络 以及这个编程实践 那么我们先来回顾第一个部分 这个计算机组成原理的内容 那么在第一部分呢 我们分成了三个章节去学习的 分别有这个背景篇 组成篇 还有这个计算篇 在这个背景篇呢 我们学习了计算机的发展历史 计算机的分类 体系结构 层次语编成语言 计算单位 还有这个字符语编码集的 那么在这个计算机的发展史呢 我们了解了 世界计算机的发展了四个阶段 分别是这个电子管计算机 晶体管计算机 集成电路计算机 还有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 然后是这个微型计算机的发展历史 接着在计算机的分类里面呢 我们了解了计算机的五大分类 超级计算机 大型机 迷你计算机 工作站 还有微型计算机 接着我们在计算机的体系 与结构里面呢 我们就了解了计算机的 弗洛伊曼体系 以及现代的计算机结构 那么在弗洛伊曼体系呢 我们了解了计算机的五大组成部分 分别有输入设备 输出设备 存储器 控制器 还有这个运算器的 接着在计算机的层次 和编程语言呢 我们了解了程序的翻译 以及程序的解释 那么对于翻译呢 有相关的语言 包括C C++ 购语言 OC呢 那么这些都是属于翻译型的语言 以及程序解释 那么解释呢 是通过这个解释器 去进行程序的解释的 相关的语言 包括Python PHP JavaScript 等等呢 都是属于解释型的语言 那么在这一节课呢 我们重点是来 对比翻译和解释的不同 接着在计算机的层次里面呢 我们了解了计算机的七个层次 包括物理机器的层次 还有虚拟机器的层次 接着呢 在计算机的计算单位 我们了解了 容量单位 以及速度单位 在字符以编码集呢 我们了解了 字符以编码集的发展历史 以及中文编码集的一个发展历史 那么这些内容呢 是我们在背景篇第二章的一个内容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组成篇 那么组成篇呢 是关于计算机的组成的一个部分的讨论和学习 那么这组成篇呢 我们就了解了 计算机的总线 输入输出设备 存储器 高速缓存 指令系统 控制器 还有运算器 那么在总线的部分呢 我们就了解了 计算机的总线 它是什么 什么用 以及总线的一个分类 接着呢 我们学习了 总线的仲裁 对吧 有三种仲裁的方法 然后呢 在第二节 这个输入输出设备呢 我们就了解了 采用的输入设备 以及采用的输出设备 还有呢 关于这个 Io设备的 接口的通用设计 那么在通用设计里面呢 我们知道这个接口 可以有四种线 分别是这个数据线 状态线 命令线 还有这个设备选择线 接着呢 我们还了解了 CPU与Io设备通信的两个方法 有程序中断 以及这个DMA这两个方法 然后在存储器概念里面呢 我们就了解了存储器的分类 以及存储器的层次结构 那么层次结构呢 是属于这个存储器的重点内容 那么在划分这个存储器的层次结构的时候呢 我们考虑了这个读写速度 存储容量 以及这个价格 去划分这个层次结构的 那么按照这个指标的划分呢 我们可以分为是高速缓存 储存 还有储存的这三个层次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还有一个重点的概念 关于这个局部性原理的 然后是组储主器 还有辅助储主器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了解了内存 以及硬盘的构造 还有原理 那么关于这个词盘呢 我们还学习了这个寻到算法 接着呢 在这个自尊机的高速缓存 那么高速缓存呢 是比较重要的内容 那么在这一节课呢 我们学习了高速缓存的工作原理 那么它可以工作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前面所学习的局部性原理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了解了字是什么 字块是什么 以及关于高速缓存的一些运算 包括命中率 访问效率等等 接着呢 我们重点是学习了这个高速缓存的替换策略 有随机算法 先进先出算法 有就是FIFO算法 最不经常使用算法 最近最少使用算法 这四个算法的 然后呢 我们在计算机的指令系统呢 我们了解了 指令的形式 包括一地质指令 二地质指令 还有三地质指令 以及指令的操作类型 还有它寻止的方式 然后在计算机的控制器呢 我们了解了控制器的构成 主要有程序计数器 直径发生器 指令一码器 还有这个寄存器的 那么运算器呢 我们也是简单的了解了它的构成 最后呢 我们通过一个比较综合的例子 指令的执行过程呢 去回顾了计算机的组成 那么这个是关于计算机组成原理的 组成篇的主要内容 那么还有这个计算篇 那么计算篇呢 我们学习了 进制运算的基础 有符号数与无符号数 普马表示法 法马表示法 以及定点数与符点数的相关计算 那么在进制运算的基础里面呢 我们就了解了什么是进制 在这里面我们给进制呢 下了一个比较严格的定义 以及我们了解了 二进制和十进制呢 它们是怎么相互转换的 这些呢 我们了解了 有符号数与无符号数 对吧 我们通过圆满呢 在就算机表示 这个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 然后呢 我们提出了一个圆满的不足 那么因为这个不足呢 我们就引入了这个 补马表示法 对吧 那么我们在补马表示法里面呢 我们就学习了 补马是怎么样定义的 以及怎么样去求的 那么因为这个求补马呢 它的过程也是比较复杂的 那么因此呢 我们又引入了这个 法马表示法 那么法马表示法呢 在这里面我们了解了 它的定义 以及它的一个作用 接着是作为一个补充 我们学习了小数的二进制 浮马表示法 然后呢 是学习了这个定点数 与浮点数 我们要知道定点数 是怎么样去表示的 浮点数是怎么表示的 以及浮点数表示的一个范围 格式 还有关于这两种表示方法的一个对比 那么关于范围的对比 进度的对比 以及运算复杂性的对比 那么接着呢 我们就学习了定点数的加加法运算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数值位呢 和这个符号位是一起来运算的 并且我们通过一个方法 双符号位去判断这个运算 是否有益出 那么只要这个双符号位 对一致的话 那么我们认为是益出的 那么有了定点数的加加法运算的基础之后呢 我们就学习了 浮点数的加加法运算 那么浮点数呢 加加法运算 它有几个步骤 分别是对接 尾数求和 尾数规格化 舍入 以及逆数判断的这几个步骤 还有就是对这个浮点数的乘出法运算呢 我们也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么这一个就是计算片的主要内容 我们主要是通过计算片去了解计算机是怎么样进行数据的运算的 好的 那么这些呢就是关于计算机组成园内的主要内容 我们分成了三个章节去学习的 分别有这个背景篇 组成篇 还有这个计算篇 那么关于这里面的一些细节呢 同学们如果忘记的话 可以进一步的去学习和回顾相关的内容 以巩固这里面的知识